美日韩联合军演刚结束 尹锡悦就给普京下通牒 俄方四字回应 自打美国将手伸到东亚以来 朝鲜半岛局势就没好过 在韩国和朝鲜先后撕回 办门店宣言军事协议之后 朝鲜明显失去耐心 不在于尹锡悦虚于尾夷 除了时不时试射导弹之外 朝鲜还迎来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到访 相关媒体报道 普京访朝期间 朝俄两国恢复了同盟关系 并且签署了相关的互主协议 这无疑戳到了韩国的最痛处 首尔对此耿耿于怀 并威胁重启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将致命杀伤性武器考虑到援助范围之内 以此来威胁俄罗斯 原本以为韩国只是情急之下 口无遮拦 威胁一下俄罗斯 没想到隐屈政府竟来真的 在美日韩联合军演刚结束不久 尹锡悦亲口给普京下了最后通牒 观察者网消息 韩国总统尹锡悦 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韩国希望俄罗斯能够考虑清楚 韩朝两国谁更重要 俄罗斯会需要用到哪一方 换句话说 尹锡悦这种口吻 就是在给普京做选择题 让你在韩朝两国二选一 尤锡悦这个表态背景 是美日韩刚结束涵盖多领域的联合军演 同时也正值尹锡悦访美出席北约峰会之际 尹锡悦如此表态说 好韩关系走向完全取决于俄罗斯的态度 并公然指责朝俄合作对半岛乃至欧洲和平构成的严重威胁 甚至在发言快结束的时候 尹锡悦还补充了一句说 此次北约峰会将对朝俄合作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从这些言论你不难发现 韩国那是仗着有人撑腰 对俄罗斯是如此大小声 从军事上有美日同盟在半岛施压压力 在政治上在北约峰会期间 北约成员国以及日韩也会发表一些 抨击俄罗斯和朝鲜深化双边关系的内容 他觉得法不责众 不得不说韩国真是个奇葩 你说他傻他也知道如何鼓招人事 那你说他聪明吧 他竟然敢同时威胁两个国家 此前因为高端芯片 韩国已经随美国起舞得罪中国了 现在竟然还给俄罗斯下通牒 面对韩国这一系列骚骚作 真的是让俄罗斯感受到莫名其妙 俄方只用四个字回应他 柯公表示 尹锡悦的话令人费解 因为世人皆知 自俄乌冲动爆发以来 韩国一直对俄采取的是对立立场 那现在尹锡悦居然还能说出 让俄罗斯在朝韩之间二选一 他这种说法是非蠢机坏 至此我们也能看到 韩国现在真的是分不清大小王 且不说俄罗斯稍微动动手 你这个韩国就分崩离析 更何况尹锡悦如今这日子 本来就不太好过 这部最近有消息传出 韩国国内现在有超过百万民众 情愿弹劾这个总统尹锡悦 倘若这个弹劾程序正式启动 就以尹锡悦目前这个口碑来看 大概率会成为朴槿惠之后的 又一位被弹劾的韩国总统 到那时候 尹锡悦的政治生涯恐怕 直接面临终结 对尹锡悦来说 真正要命的恐怕还在铁栅栏之后